哈喽朋友 你好 欢迎回来 《形式佛陀和他的教法》 在第28集 我们深入探讨了菩萨色达多的五个偉大梦境 今集我们将见证 色达多追求证悟类情中的关键时刻 色达多从五个偉大的梦境中醒来 心中充满深深的使命感 他深信今天就是他达到证悟境界的日子 因此比平日更早地开始黑色 色达多很快来到城镇的郊外 有一棵壮观的榕树 树立在那里 他意识到时间还早 于是选择在宽广的树荫下休息 等待在城内黑色的合适时机 同时间来自富裕家庭的Sujatta 正从城中中心 向一棵同样备受尊敬的榕树走去 会连在这个吉尚的日子 他都会献诚地向这棵榕树致敬 搭借榕树实现了他之前在榕树下祈祷的愿望 在古印度当时的人对神灵的存在有深刻的信仰 尤其是对树、山脈中的神灵的信仰 导致一种广泛的崇拜传统 当时的人向这些自然奇观致敬和祈求保佑 当Sujatta 行近一棵神圣的荣树时 他手捧着装满蜡香的蜜粥金碗作为供品 他的目光落在一棵树之下的释达多身上 不以为释达多就是树神了 Sujatta 将牛蜡粥很恭敬地递给释达多 相信他就是树神 但就在Sujatta即将献上供品之制 释达多意识到他的伯不见了 他就直接伸手摘过食物供品 而Sujatta 很恭敬地将金碗放在他的手中 告诉他这个碗亦是供养给他的 吃完Sujatta 的供品之后 释达多他在附近的河边疏洗 然后他做出一个深刻的决定 拿着金碗他进行开一次命运的考验 如果他能够在当日成佛 他希望金碗能往上流而飘 如果不能够在当日成佛 金碗就会顺流而下 释达多庄严地轻轻放下的金碗 被他优雅地刮入泥链禅河的水中 接着下来发生了一个很令人惊叹的音乐 金碗不顾河流的水流企迹般地逆流而上 而最终潜入水面之前的飘移 金碗下沉来到卡拉隆王深藏在河底的增堡之中 金碗与过去佛的弃命相撞 发出动听的金属声音 金碗找到自己的位置 位于驱留孙佛、驱那陷佛和家业佛的其他杯下 象征着释达多加入他们的行列 又不止一位佛陀吗? 是的,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佛陀 佛陀的出现是为可以向一切友情众生展示 和印度通往正午之路 因此在释达多之前 还有其他佛陀 而且在未来 还有更多佛陀事宴 我们将会在接触下来的一集 更加详细探讨一个话题 所以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密切关注一个系列 梳洗之后 释达多经常在进行呼吸的善修 他迅速进入深度的善定境界 即是属于善那 同时获得五种超知识 我们称为神通 但是要注意的是 有这些神通不代表已经正午 这些超知识赋予了 识达多非凡的能力 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操控元素 在水面走走 由于好像在平地地走 或者如同穿过空气般般 轻松穿越长壁 除此之外 他的眼和耳又超能力 可以能够超越存在的境界 感知遥远的景象和声 还有 不过郑重宣告 他发誓要禅错到成佛为止 即使这样意味着 他的身体完全肤毁 只剩下皮肤、筋骨 也要坚持下去 当识达多安坐于他的蜆坐之时 来自各个天界的天神聚集起来 目睹这一个重要时刻 但是 随着识达多即将到达正悟的境界的时候 摩罗匹萨维提从他化自在天 简称为第六天 召集他的军队来搞事 摩罗匹萨维提的军队变成了可怕的形式 手持武器向着识达多冲离 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威胁 天界的神 吓得走隔不透 剩下识达多一个人留在菩提树下 尽管摩罗匹萨维提的庞大军队势不可挡 识达多仍然坐在那里 决心不动摇 摩罗匹萨维提发现自己无法进入菩提树范围内 只能够用他庞大的军队包围着整个区域 审视着眼前的景象识达多的心保持坚定 从他在无数生中完善的善德中吸取力量 坏着坚定的决心他准备面 面对摩罗匹萨维提的军队 完完全全倚靠他过去累积下来的功德 无法直接对抗菩萨识达多 摩罗匹萨维提和他的军队不断攻击识达多 他们发射了一连串的导弹 石头燃烧的煤炭 尖类的武器、水、火等等一连串的导弹 但是当这些武器接近识达多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了花或者很漂亮的工品 摩罗匹萨维提一直无法成功攻击识达多 因此感到很沮丧 接着下来他制造了恐怖的景象和怪物形象的幻象 斯图灵的世界变得黑暗 但是释达多散发出光芒 轻松自在地驱散了这些幻象 在摩罗匹萨维提持续闷工期间 释达多对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慈悲 将摩罗匹萨维提的行为 给了一个无知和发紧脾气迷失中的挑逼孩子 释达多随后 劝戒摩罗匹萨维提的自私 提醒他做这些恶行的严重后果 摩罗,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当你的功德用完时 下一个目的地将会是恶到 我这么做是因为你阻止我的位 离开你的位我才会停止 摩罗,你声称这个座位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人? 我整个军队就是我的证人 你的证人不可靠和有偏见 但我的证人是客观公正的 因为他是无生命的 这个证悟之座属于那些完善了善德的人 触摸着大地,释达多祈求大地 见证他的圆满功德的积累 瞬间,好像响雷声在天空和山漠中贯彻着 摩罗和他的军队感到很恐惧 害怕到逃离开现场 向摩罗的军队撤退之際 释达多在公元前528年的五月满月日的日落之前 成功击退了摩罗 以此方式他成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征服者 到达了无害、无危险和无畏的境界 释达多禅修时,他的心是纯正、明亮、无畏 他将心指向获得至高无上的智慧 他逐渐了悟了三个证悟的境界 这三个证悟的境界才是真正的证悟的境界 在那夜晚的早些时候 释达多回忆在他所有的前世 尿悟到自我的本性并不存在 五夜前,他获得了尿悟一切有情众生的前世 和他们的转世原因的能力 最后在那夜晚,释达多获得了对烦恼的涅槃智慧 结束了轮回转生的无尽循环 这个标志着他获得了第三个 亦是最后一个证悟的境界 因此在五月的满月之夜 获得了第三个证悟的境界之后 菩萨释达多承受了佛道 而他的证悟的智慧和品质 照亮了世界 引领着我们进入一个深深的智慧和慈悲的时代 哇,这个故事真是充满迷人的魅力 但那些人可能会觉得 他有些神话和虚构 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嘛 他们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或隐藏的道德 我们应该自面理解他们 还是将他们视为隐缘呢? 哇,有些了道啊 好识问问题 很多人将佛教的故事视为童话故事 但我们必须要记住 古代时候的故事 是为了娱乐和教育大众而存在的工具 随着我们在一个系列中 深入探讨佛陀的生平故事和他的教导 我们对他们的意义 又是更深入的了解 还有很多内容等待我们去探索 但我们无法将所有的内容 放在这一集里面 我们会分开来讨论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个like我们和开心share 敬请期待更多的精彩内容 在下一集我们将一堂探索 今集的故事中博大精心的含义 别错过了 我们下一集继续 认识佛陀和他的教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